这是一部堪称绝无仅有的恐怖电影 因为光是影片中的婴儿尸体 就能堆成一座小山 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这竟然是根据泰国真实事件改编而来 友情提示本片的全程高能 强烈建议艾特尼的大冤种朋友 不穿裤子一同观看 因为故事一开始 泰国警方就在一间寺庙的垃圾堆里 发现了888个婴儿尸体 他们全都被垃圾袋单独包装 如此变态的杀人手法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本以为尸体已经全部被发现 可谁也没曾想 就在警方对这里进行二次搜索时 竟然又发现了2046个婴儿尸体 如此庞大的婴儿尸群散发着浓厚的尸臭 而其实这些婴儿却并非是某个人所杀 而是几千个不负责任的父母 因为在泰国去正规医院做流产是犯法的 那些为了涂一时爽快 而从来不用安全措施的渣男 总是会让自己的女友意外怀孕 没办法 他们就只能去找那些黑诊所把孩子拿掉 这里阴暗潮湿 没有专业的医疗设备 只有黑心医生粗糙的手法 甚至连麻药都不能打 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女孩 都只能凭借抑制隐忍 虽然大部分手术都能成功 但总会有个别的意外 每次有女孩挺不过来死亡 黑心诊所都会跑路 换个地方重新再来 而那些被取出来的婴儿尸体 就会被毫无人性地扔在洗手间 任凭婴儿如何哭泣 这群眼里只有金钱的人都不多看一眼 这天警方在黑心诊所发现了一具女尸 显然这又是黑心诊所跑路留下的 记者阿强拿出照相机 想要拍一张照片 可没曾想 在他按下快门的那一刻 也就是这一眼 让阿强摊上事了 自此以后 怪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 女儿小英总是说自己能看见一个弟弟跟着他们 夫妻俩以为女儿只是想让他们夫妻生二胎 所以也就没太在意 可就在这天夜里 小英却被那个小男孩的声音吸引进了那间寺庙 等妻子反应过来 女儿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她在附近找了一圈 最终也来到了这间寺庙 她不知不觉间 竟然来到了一排停尸柜跟前 似乎是感受到了有人接近 只见停尸柜上的铁锁 竟然自顾自地打开了 随着停尸柜的门缓缓打开 阿强的妻子被吓瘫倒在地 好在关键时刻 女儿再次陷身 妻子顾不上太多 抱起小英一路狂奔 终于回到了家 本以为这回终于没事了 可就在当天晚上 小英的举动却越来越奇怪 母亲推开门 却看着女儿在自言自语 仿佛是在和谁对话 可惊悚的是 整个房间根本没有其他人 母亲撞着单询问 眼看女儿指了指书包 母亲颤颤巍巍地拉开书包的拉链 等书包打开的那一刻 里面竟然放着一具婴儿的尸体 母亲被吓尿了 听见声音的阿强跑了过来 妻子说书包里有婴尸 阿强赶忙将其打开 可奇怪的是 里面除了一个小玩具 什么也没有 得知玩具是女儿从寺庙里拿回来的 第二天 阿强就将玩具还了回去 出于职业原因 临走前 他拍了几张照片 回到家后 阿强无意间翻看 却发现每一张照片上 竟然都出现了一个虚影 同时也看见了照片 还说这虚影好像是一个男孩的脸 最近的怪事实在太多 晚上阿强失眠了 实在睡不着 他就来到了自己拍的照片面前 惊恐的是 这上面竟然都是小孩子的手印 女儿小英就在一旁 他以为是女儿调皮 可没曾想 女儿却说 这一切都是弟弟干的 就在此时 母亲赶了过来 他以为女儿是为了逃避责任 而选择了撒谎 阿强看着女儿 强力的预感告诉他 这件事绝没有那么简单 第二天 阿强正在跟同事视频 讨论一些关于摄影的问题 可阿强却不知道 在同事的屏幕里 阿强的女儿就在他身后站着 朋友随口说了一句 小英还真是爱黏着爸爸 此话一出 阿强打了一个机灵 因为女儿跟着妻子出门了 回头发现什么也没有 他以为这是同事的恶作剧 没想到另一边的同事 却比他更加惊慌 随着屏幕突然卡住 再次亮起时 一团黑影突然闪过 阿强被吓坏了 自己的房间明明什么都没有 他赶紧找来两台摄影机 一台对准女儿的房间 另一台则对准家里的卧室 可就在他们夫妻打算 羞羞地睡觉时 以外却发生了 为了抓鬼 阿强在家里放了两台摄像机 可就在当晚 摄像机却无缘无故地 倒在了地上 阿强起身将摄像机扶起 可他刚回到床上 摄像机却又倒了 阿强只好再次将摄影机扶起来 仰看如此邪门 夫妻俩干脆一夜没睡 第二天 阿强开始查看录像 赫然发现女儿竟然彻夜未眠 而且正在阳台上 好像在和什么东西挥手告别 夫妻俩吓坏了 赶忙将小婴抱了下来 与此同时 黑心医生刚做完手术 耳边就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在她手里 已经不知扼杀了多少条鲜活的生命 或许是遭到了报应 一股无名的力量 强行把她按到了手术台上 她只感觉自己的双手被人握着 然后可怕的一幕 就这一发生了 伴随着一声惨叫 剧烈的疼痛让她摆脱了控制 这一切其实都是鬼影干的 黑心医生下半身满是鲜血 她知道自己现在必须赶快逃跑 可鬼影却一直如影随形 因为鲜血 她脚下一滑 然后就这样一脸惊恐的不断后退 黑心医生似乎感受到了 鬼影就在自己前方 她只能为自己找借口 声称 自己只是靠着手艺混口饭之 不是诚心要将他们置于死地 他们要怨 就应该去怨他们的父母 没想到这番话起了效果 四周突然安静下来 跑步真的去找父母报仇 另一边 阿强的妻子突然坐在椅子上哭了起来 阿强想要安慰 却被他一把推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妻子和女儿竟然全都不见了 他一路寻找 最终在寺庙里看见了 那个出现在女儿书包里的玩具 这里是寺庙的停尸柜 一途和鲜血从停尸柜流了出来 此情此景 阿强被吓尿了 可就在此时 妻子的声音却从停尸柜里传来 他不甲思索地打开了锁 妻子果然在里面 可他的腿却被不明物体抓住 阿强拼尽全力 终于将妻子拉了出来 女儿也被困在平尸柜中 他又把女儿抱了下来 可就在他看着怀里的女儿时 却发现妻子就在自己身后 再一回头 他的怀中赫然抱着的是一个婴儿的骸骨 也就在此时 地面突然变成了一片血水 无数婴师拖着阿强慢慢沉入水底 防护中他也终于想起 自己曾经还有过一个孩子 为图意识之快 没有做安全措施 从而导致女同事怀孕 为了打掉孩子 阿强带女同事 去找了黑心诊所 最终孩子被拿掉了 无数声音的怨气 汇聚在了那个婴儿身上 这才让阿强有了报应 最终警方逮捕了黑心医生 而阿强则躺在医院里 她的隔壁住着一个孕妇 正转跟她一模一样 小婴天真无邪拉开了帘子 而这个孕妇 竟然就是和阿强 搞破鞋的那个女同事 那么问题来了 各位小伙伴 你们平时安全措施做的如何 请不要让这样的悲剧 在现实中发生 欢迎收看求是说电影 我们下部电影再聚